众所周知,东莞是我国发展较快的城市,可是其中隐藏的肮脏却是数不胜数的,从没有被人揭露过。 直到一位央视记者貌似潜入其中,才彻底揭开了面纱,事情一经公布,全国人民都被震惊了。 这到底是一件怎样的事件呢?又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呢? 事情还要从东莞的发展说起,东莞是我国的重点发展城市。 由于它地理位置靠近海洋,海陆交通都十分的便利,在交通上占有绝对优势。 同时还接近香港等地,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,经济一旦发展起来了,大家对各种事情的接受能力也大大提高。 这也导致了当地人的思想极为开放,为黄色产业的发展和制造奠定了基础。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,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,东莞作为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城市, 很多外地人来到这个城市,想要在这里大展圈角。 同时由于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庞大的外来人口数量, 很快东莞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制造业中心。 正是因为东莞以制造业闻名,又吸引了一大批的外地人来此工作。 他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,离开家人,离开家乡, 各个都是想在这里好好工作,挣大钱。 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,东莞不仅是工作的地方,更是令人犯罪的地方。 本来就是一个制造业中心,工人工作自然很劳累。 辛苦劳动了一天之后,身体上劳累,心理上更累。 这个时候的他们想家人,想妻子儿女,想回家,心中欲结无法疏解, 自然而然地就想找个地方放松放松自己。 因此,一些有远见的商人看到了巨大的商机。 一些娱乐场所应运而生,其中步伐有地下卖淫场所。 刚开始,他们做的业务还只是按摩提供住宿的地方, 慢慢地就发展成提供皮肉交易了。 当时的东莞,人口已经达到了30万来从事黄色行业或者与之相关的行业。 也就是说,东莞每年的收益中,其中有10%都是这些地下活动贡献的。 侧面也可以表明,这类行业隐隐成为了东莞的第三产业支柱, 说好听一点就是服务业,实际上是卖淫场所。 其中巨大的利益可见一般,于是东莞大大小小的酒店宾馆, 按摩院洗浴场所等拔地而起,视如破竹,胜意火爆。 外面看着光鲜亮丽,实则内部肮脏不堪。 不过是披着文明的外衣,一副正经的样子, 其中做的都大差不差,出卖自己的身体,换取利益罢了。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2010年,东莞的星级酒店的数量已经高达3000多家, 这还不包括一些小的洗浴场所,这个数量令人震惊。 当然,其中带来的利益是无法想象的, 它们一年的产值接近400亿。 要知道,在那个年代,400亿的产值可以占到一个城市总GPD的10%左右。 到了2014年之后,黄色产业带来的收入高达500亿, 这么庞大的数字占到了总GDP的14%。 如果不尽快产出这类产业,一是会影响城市的发展, 另外就是对人们的身心造成严重的威胁。 在最初的时候,我国已经有了法律条文明令禁止卖淫和嫖娼等活动。 不过在金钱的趋势下,还是会有部分人铤而走险, 将女性当作赚钱的工具。 但是这个行业里的女子并不是个个都愿意的, 那么她们为何又进入了这个行业呢? 又为什么不去求助呢? 这背后是否有人在操纵呢? 其实大部分女生都是秉持着妇女也能顶半边天的想法, 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。 而进入黄色产业的女生, 一部分是因为无知, 另外一部分就是被坑进去的。 基本上岁数都不大, 从贫困地区和山区出来的, 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, 所有的老板都会许诺她们一份正经的高薪工作。 但是到达目的地之后, 一切都变成虚无。 为了控制她们, 当地的老板会先把她们关进小黑屋, 进行非法拘留, 采取暴力或者恐吓的手段逼迫她们就范。 而这些女孩子也是刚出社会, 人生地不熟的城市, 她们也不知道如何自救, 更不会有人来救她们。 基本上这种女孩子被训几天之后就忍耐不了了, 对于性格比较火爆的女生, 老板们一般会强迫她们吸食毒品来达到控制的目的。 之后便是熟人骗熟人, 将她们也拉进这个行业。 自古以来, 生意基本上都是在酒厂上谈成的, 更何况有这个的极乐世界。 所以, 在东莞这个地方, 贪污腐败, 官商勾结的情况数不胜数。 商人需要官员的维护, 官员也掩热商人的金钱。 于是, 整个东莞的风气都变得浑浊不堪, 官员都是这样的作风, 手下的其他人更是有样学样, 反正天塌下来, 还有官位大的扛着。 不过, 到了2010年之后,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, 国家终于决定大力整治这种不良风气, 将这个罪恶之源拔除。 央视记者也自告奋勇地前去当一名卧底, 也是多亏了这种记者, 才能将东莞的地下产业的丑恶一面彻底显露出来。 记者进入东莞之后, 找到了一家名叫太子酒店的地下场所, 这是东莞最有名的酒店。 他假扮成一名外地的商人, 将针孔摄像头别在自己的衣领上, 清楚地将所有的交易都记录了下来。 太子酒店里金碧辉煌和真正的皇宫也没有大的差别。 记者刚进去, 就有一群美女热情地围了上来, 记者在他们眼里不仅是一名有需求的男性, 也是他们的摇钱术。 不过该走的套路还是要走的, 刚进去就被几个美女簇拥着忽悠着交了七百元。 这还是小小的消费。 柜台小姐还告诉她, 真正的享受还在后面, 记者便明白了, 这还只是饭前小菜。 进入包间之后, 立马就来了一大批穿着暴露的美女扭着腰进来了, 也没有正常女生的扭捏。 移上来就是介绍自己的编号和一晚上的费用, 他们没有名字, 有的只是代码。 只要被客人看上了, 他们就必须留在这里伺候,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复制出来的笑容, 虚假, 而费用都是在一千左右。 之后, 领班的看到记者貌似很犹豫的样子, 立马开口解释说, 现在已经到了快过年的时候了, 所以女子少了一些, 如果其中没有让她满意的, 那么可以再换一批过来。 无奈之下, 记者不得不随机挑选了一名女子留下来伺候。 一夜春宵, 可用的信息还是缺少, 最起码更黑暗的还是没有拍摄下来。 随后, 记者又跟着一位客户进入到了这里。 不过这次和她上次的体验有了很大的不同, 服务员并没有把她们带入包间里, 反而是带到了一个小房间中。 小房间里面还有一个玻璃窗, 可以清楚地看到玻璃外的事物。 房间的窗帘被拉开之后, 玻璃外的是一群衣不蔽体的火辣身材的女, 对着她们尽情地展示自己。 只要把帘子放下, 就说明对这个女子不满意, 那么就会进行调换, 再来一个女子在里面跳舞。 当然, 这会一直持续到顾客满意, 这个时候, 女子就会从玻璃里面出来, 提供特殊服务。 女子在玻璃外面就像一个商品一样, 全裸着被展示, 没有任何尊严可言。 这就是著名的太子酒店的特殊服务, 在其他任何一家酒店都体验不到。 据说太子酒店的老板, 为了更够让自己的酒店更赚钱, 还特意去外国的卖银场所学习了呢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像太子酒店的服务还是基础服务, 可能是记者的钱还没有花到位, 并没有接触到更深一层的。 基本上, 东莞的所有地下产业都会有这种服务, 在这里, 可以满足他们的一切需求, 不管是生理上的, 还是心理上。 太子酒店的老板的身份更是令人寻味, 他不仅是慈善家, 更是一名人大代表。 当前和拳相交的时候, 产生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, 不仅仅是利用职位来谋私。 东莞的地下产业在记者爆出之后, 广东省警方立即开展了行动, 对全市所有的喜悦, 桑拿、酒店、KTV等娱乐场所全部进行突击检查, 他们也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, 开始四处逃窜, 但是插翅难飞, 整个东莞都被围得滴水不漏, 哪怕是一只蚊子都飞不出去。 毕竟在纪录片放出来之前, 警方就已经在东莞附近做好了埋伏。 为了这次抓捕活动, 国家总共出动了6000多名特警, 全部都是全副武装, 真枪实弹。 国家为了这次扫簧行为下定了决心, 这不仅是清除东莞地下产业的一次特大活动, 也是给全国的黄色产业的一次警告, 国家大力打击组织卖淫等危害公共安全的活动和组织。 这次扫簧活动, 直接将东莞黄色产业链最大的一只老鼠抓了出来, 那就是太子酒店的老板梁耀辉。 梁耀辉的身价过亿, 常年霸局东莞富豪榜, 名下的产业不计其数, 甚至还有油田等, 其中最有名的还属太子酒店。 但是在这之前并没有透露出一点风声, 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太子酒店的后台很硬, 除了任何事情都能轻易摆平, 也是黄色产业的龙头企业。 可以说太子酒店就是东莞的黄色产业创始人。 梁耀辉小时候的家庭并不是很富裕, 所以在他硕士毕业之后, 并没有从事和自己本专业相关的工作, 而是想着如何赚钱。 恰好当时处于改革时期, 上过学的梁耀辉的思想也是走在时代的前沿。 而看到东莞来了如此多的外地人, 梁耀辉从中看到了不一样的商机。 首先就是招商的外地人, 他们来到东莞实地考察并没有地方住, 想住也只能开证明住在破旧的招待所中, 毕竟当时还没宾馆和酒店的概念。 于是梁耀辉就决定自己开一家旅馆为他们提供住宿, 说干就干, 他立刻向政府提交证明想要自己开设。 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, 政府同意的也是十分的迅速, 很快梁耀辉的太子酒店正式建设。 这为东莞的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大门, 也为梁耀辉的黄色产业链提供了便利。 刚开始太子酒店就是常规的住宿场所, 里面不仅提供住宿, 还有专门的按摩人员服务质量一流。 慢慢的, 他开始不满于现状, 既然服务业盈利这么高, 为什么不把黄色产业加入其中呢? 毕竟自古以来, 黄色产业能制造的价值高的可是令人咋舌。 梁耀辉就计划着如何不动声色地将黄色产业加入其中, 同时找到一批高质量的女性来满足客人的需求。 为此, 他还特意跑到了其他国家学习。 他首先是招募了一群年轻女性来到酒店工作, 刚开始的工作只是普普通通地打砸, 当个服务员。 但是很快, 他们的工作变了位, 被迫从事性工作。 如果不从, 那么就被辞退, 从了就一只脚踏入了深渊。 后来再遇上性格爆雷, 但是样貌都是上乘的女孩子, 要么就是给她们喂食毒品, 要不就是先把她们糟蹋了。 这样一来, 女孩子都没有了反抗的心思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 她把太子酒店做大做强之后, 就不满足于现状了, 开始进军其他行业。 她甚至买断了哈萨克斯坦十个油田的开采权,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石油公司, 这是她已经在富豪榜上赫赫有名了。 她深知舆论的压力, 就趁着现在的名声正高的机会把自己洗白。 从一开始, 她都没停过自己的慈善事业, 一直为东莞山区的孩子捐赠着大量的物资。 甚至在2008年, 还被选为广东地区的人大代表, 参加了当年的两会, 政治威望也是很高, 也为当地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, 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。 梁耀辉在外都是一副冠冕堂皇的样子, 实际上则是满度坏水。 太子酒店成为了实际上的性交易场所, 直到国家正式着手打击黄色交易, 才将梁耀辉查出来。 甚至在四面楚歌之时, 他还是销毁涂太子酒店所有的资料。 无疾而终, 梁耀辉插尺南非。 最终在2014年, 梁耀辉被免去了广东省人大代表的身份, 并且以组织卖淫, 协助组织卖淫, 毁灭证据等罪行被判处无期徒刑。 这件事也告诉我们, 在面临诱惑的时候, 一定要守住本心, 不得做出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。 一旦触犯法律, 必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